朱婷未免之路困难重重,三大吐超豪门争相斗艳,恐无缘常规赛第一。 北京时间1月28日凌晨,女排吐超联赛第15轮的争夺悄悄落下了帷幕,朱婷率领的瓦吉福女排也在这一轮中顺利取胜,迎来了一波6连胜。 尽管对手的实力并不强,但每一轮的较量对于瓦吉福女排而言都至关重要,因为她们目前不再是以往独一档的球队。 在今年,多支队伍都给她们带来冲击,其中伊萨奇巴西无疑成为瓦吉福女排的头号强敌。 在第15轮的较量结束后,最新一期的积分榜排名,伊萨奇巴西女排以15胜0负高居榜首。 她们显然没有给瓦吉福任何反超的机会,伊萨奇巴西的强势有目共睹,可想而知瓦吉福女排要想实现未免可谓是困难重重。 除了伊萨奇巴西之外,排名第三位的费内巴切,她们同样也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对手。 在目前欧关的赛场上,费内巴切与伊萨奇巴西和瓦吉福女排一样,都排在了所在小组的第一名,哪怕是土超联赛中也取得了十胜五负的好成绩。 也就是说,目前的土超联赛,正迎来三国鼎立的时代,伊萨奇巴西和瓦吉福女排,以及费内巴切三大豪门争相斗艳。 至于紧随其后的加拉塔萨雷,他们的战绩为九胜六负,之后便是贝希克塔斯和土耳其航空,这些队伍的实力并不像排名前三的这些球队。 因此今年真正有实力去争夺总冠军的队伍,其实也就是排名前三的这几支队伍,那么他们谁最有夺冠的希望呢? 很显然排在第一的伊萨奇巴西,目前还没有哪支队伍能给他们带来威胁,哪怕是朱平领衔的瓦吉福女排或许也不可以。 而且就目前的局势来看,瓦吉福女排要想超越他们荣登常规赛第一的宝座,似乎也不太可能实现了。 更何况在金软景加盟伊萨奇巴西之后,他们的阵容更加没有软肋,这正是伊萨奇巴西最可怕的地方。 因此朱平要想率领瓦吉福女排完成未免大夜,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,他们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。